开车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的必备生活技能了 那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机能还有反应能力的下降 都会影响年长司机的开车能力的 而这也引发了是否要让年长人士继续开车的争议 在澳洲有很多案例显示 年长者容易因为身体的因素而发生车祸 而当地最近就有研究人员 推出了一个专门为年长者设计的开车课程 以提升年长司机在各种状况下的应对能力 这要看之下 这个看起来像电脑游戏的荧幕 其实是一个训练年长者开车的模拟器 为了协助年长者改进开车的能力 澳洲昆士兰州的一群研究人员 推出了一个开车课程 年长者在模拟器中接受测试 他们需要根据荧幕上的路况 来描述自己应该做什么 模拟器还设计了不同的情景 让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适当的反应 除了通过模拟器的训练 研究人员也在车上安装摄像头 以监督年长者的开车情况 如今路上的车子越来越多 路况也越来越复杂 对于反应能力比较慢的年长者来说 不断学习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轻人 在驾驶上都应该小心翼翼 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